同志们,现在摄影有多不好做,让雅诗兰黛告诉你们 他们的股价今年已经暴跌了50%,市值征败了450亿美金 往年年会,雅诗兰黛股东都会在纽约的豪华酒店开party 一边品着美食美酒,一边俯瞰中安公园美景 今年呢,你说能有多惨,直接改成线上会议了 让股东们对着财报反思了34分钟吧 也是因为这么着前,现在一场家族的权力斗争正在搅动了美妆帝国 表面上看是创始家族和董事会之间的分歧 但实际上更是富与子的战斗 1946年,雅诗兰黛女士本人创立了同名品牌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雅诗兰黛不光成功上市 还收购了其他户户,采创香水等等品牌 咱们熟悉的海岚之谜,院母之园,倩碧,祖马楼,麦, Tompo 都是人家的,其他下手品牌都有几十个呢 雅诗兰黛女士一共俩儿子,老二不在管公司女少 所以70年代的时候,雅诗兰黛女士就让长子伦纳德接班了 人家上任之后是出力不少,开疆祸土 收购了不少牌子,还带着公司在1995年成功上市 到现在,集团已经发展到第三代了 也就是伦纳德长子威廉这儿,这小子是2004年接班的 刚好这个父子战斗的时候,就发生在伦纳德和儿子威廉之间 这父子党的矛盾一个词能盖活,那就是代沟 先来说这当爹的伦纳德,这老头在企业经营上比较保守 他就是觉得自己家的产品只能在没吸百货这种高端商场上售卖 他就特别看不惯零售商,比如说斯普兰这种,更别说像亚马逊这种电商了 就觉得自家产品要是在这商头卖,那就变low了 但是他儿子威廉,那完全不这么认为 威廉就觉得老头太死板了,要是想快速占领市场呢 得面向大众,就比如说倩碧这个牌子 按照他的价位呢,想在北美市场上有竞争力啊 就得在大众商店上商家 其次呢,关于接班这事儿,威廉兴趣其实并不大 还公开说过上班等于坐牢,虽说是当了一把手 但是威廉很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不是这块料 管理企业这活呢,就交给了专业的人 所以到了2009年呢,威廉直接从保洁公司外来一个高管 这弗雷达就聘请他来当CEO 管理企业啊,说白了就是找了一个职业经理人给加速打工 这弗雷达控降CEO之后啊,就跟威廉一起呢 对亚什莱泰集团进行了多元化的改革 不光收购了好多品牌,还开辟了线上的业务 而且弗雷达自从上任以来啊,成绩也比较亮眼 把雅什莱泰的股价从20美元一路干到了最高300多美元啊 特别是在开拓中国市场的时候,弗雷达更是功夫可没 不过是生意厂商啊,挣钱的时候大家能和和其息的 但这三年啊,销售额下滑 今年雅什莱泰集团的净利润啊,更是从去年的23.9亿美元跌到10.1亿美元啊 跌幅达58% 这么差的成绩呢,弗雷达的口碑也跟着被连累了啊 伦拉德呢,就对这个不听话的儿子招来的CEO呢,颇有怨言 现在啊,弗雷达的存在呢,更像是横在父子中间的一根刺 关键还有消息人是说啊,伦拉德觉得弗雷达的战略呢,就是糟糕的决定 甚至还想联合其他董事会的人一起换掉他 别看这老头都90多了,马上退出董事会了 但是他的影响力可不是闹着玩的 那看着爹这么整,儿子威廉就公开对弗雷达进行了力挺啊 不光开董事会的时候坐在一起,还给集团上下所有员工发邮件 表达了董事会对弗雷达的支持 弗雷达的去留啊,说白了背后是这对父子的较劲 最终结局咱不知道,不过作为吃瓜群众啊 雅士兰黛如今这个局面呢,背后的原因我们倒是可以简单的唠一下 这三年啊,全球旅游零售下跌啊,这个是肯定是影响的 但是呢,隔壁跟他们斗了几十年的欧莱雅集团 同样度过了三年寒冬,人家今年股价都是上涨了30% 这么一笔啊,雅士兰黛集团啊,倒是有点尴尬 在今年的财报电话会议上,雅士兰黛集团呢 变一下子成了他们危机的源头 而且财报也说了,中国去市场呢,一直是他们长期增长的关键驱动力的 5年前,他们甚至还为了中国客户呢,专门花了10亿美金在亚洲建了制造工厂 现在口罩是摘了,但是亚洲市场并没有迎来他们预期中的买卖买 大家现在花钱都保守了,关键啊,现在不止亚洲市场疲软 从他们自己发的财报看,美洲、欧洲、中东和非洲市场都有同比的下跌 给大家为啥不爱买他们家东西了呢,一些大的VIP客户说啊 说雅士兰黛这几年一直没有研发过啥新的产品啊 嗯,虽然有几个网红产品的确不错啊,我也挺喜欢的 但是就靠那几个老网红去命啊 最后在高端线上,有海兰之迷在苦苦的称 但是也抵消不了其他品牌的业绩下滑 我身边有小伙伴就说,说他家东西这几年没啥新意了 好东西现在可太多了啊,关键国货现在很拼很卷 所以消费者选择也多了 作为一名吃瓜群众啊,我只能劝劝雅士兰黛 有时候找找自己的原因好吧 要知道眼睛乱说,消费者很难的 这么多年都是这几个产品 哪里努力了,有的时候找找自己的原因好吧 这么多年创意多不多,有没有努力研发,好不好 这么多年都是这几个鸡类,我真的快疯掉了 说得对